各位 我赌 今天很高兴跟各位亲戚还有新闻界朋友见面 谢谢 赌坛神圣侠 这是香港赌篇宇宙创造出来的三个经典角色 赌神高定赌数天下第一 接连打败了新加坡赌魔陈金城和宝岛东湖帮老大邱孝之 堪称天下无敌 赌侠陈小刀则继承师父赌神的赌术在世界各地所善事 还挫败了大老千海山招摇撞变的阴谋杨明赌界 至于赌圣周星祖呢 则是依靠自己的特异功能在江湖上获得了赌圣的名号 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 阿星帮助赌侠陈小刀一起打败了海山和特异功能高手大军 而后被赌神高定收为入室弟子传授赌术 但是海山虽然被抓了 特异功能高手大军呢 却回到了内地一直在谋划复仇 在恢复了功力之后 大军就特地找了四个师弟和一匹杀手啊 准备干掉阿星 这四个师弟的特异功能是各有千秋啊 有擅长放电的 有擅长放火的 还有专攻幻术和隔空遗物的 他们四个人的功力加在一起 已经可以造成时光扭曲 连明朝的魏忠贤都被他们的特异功能传送到了现在 大军看到四个师弟功力大成是非常高兴啊 因为这就意味着 他们五大高手联合起来 赌胜阿星必死无疑 镜头一转 从美国学友所中的阿星啊 正在接受各大记者的采访 阿星这一次是学成归来啊 再说就让他赶紧给大家露一首 然后啊打算倾用传媒的力量啊 把阿星的名气打响 那还记得我们上一期提到的吗 阿星之所以去拜师啊 是因为特异功能赢回来的钱不能花 所以呢 他才打算学点正宗的赌术赚钱 结果半年下来 阿星赌术没学到多少 架子是越来越大 我在师父那里学到的呢 就是越是高手讲话 越应该要低调 各位 我 今天很高兴跟各位亲戚 还有新闻界朋友见面 谢谢 那这还不要紧 阿星转头又说呢 自己跟赌神高进学的不是赌术 而是脚底按摩大法 大家的兴致一下全没了 我们同学可能会问呢 学了半年啥都没学到 那岂不是要跟我一样 继续吃老蛋酸菜面了 那倒也不至于啊 阿星的爷爷 也就是三叔的老爸 在香港啊 给他们留下了一栋小别墅 所以叔叔俩啊 现在不至于过得很惨 吃泡面的时候 不仅可以多加两面火腿肠 没事呢 还能在院子里面BBQ 而且阿星的爷爷身份很不一般的 和当年叱咤上海滩的 黑社会大哥丁丽是顾骄 名叫周大福 很可惜 不是卖珠宝的周大福 是开包子铺的 那想到上海滩呢 阿星也无意间想到了 师父高进 曾经提到的法国赌神 听说此人有特异功能 当年迎变上海滩无敌手啊 是赌界的传奇人物 但是后来在1937年呢 他输给了一个叫金丸打老虎的人 从此就销声利计了 说他唯一一次输给一个很神秘的人物 名叫金丸打老虎 怎么会有这种名字 真的还是假的 不一会儿 阿星在院子里烧烤的时候啊 突然感觉到 今天晚上会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果然呢 烧烤烧到一半 五个泳装美女突然出现在俩人面前 哇 三更半夜 五个美女送上门 果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但实际上呢 这些人全部都是大军派过来的杀手 他们俩看到的美女全是幻觉 得亏龙武及时赶到啊 阿星在幸美于难 外面的杀手负责牵制龙武 大军的几个师弟呢 就直奔阿星而来 第一个 隔空遗物 用特异功能操纵各种道具刺过来 但是不用怕 阿星的功力比达要高 反手就把对方揍了一顿 隔空遗物是吧 看我这招 第二个放电呢 三叔用绝缘塑料袋把他摁住 阿星随后用一张隔山打牛把人打倒 前两个打起来都不算难啊 但是转头一看 阿星的屁股居然着火了 那他赶紧找到泳池灭火啊 没想到呢 泳池里面根本就没有水 全是幻觉 阿星跳下去摔了个狗吃 奥雷给不说 还被火烧晕了过去 不过等对方过来检查他死没死的时候 阿星突然一个幻觉大法 以齐人之道还治齐人之身 至于那个放火的呢 阿星转手啊 就用镜子把火焰反弹回去 直到最后大军出现 他才明白 哎 原来是这位老朋友 找自己报仇来了 阿星和大军呢 严格来讲并不算是死敌 大军过来报仇 完全是为人太小心眼了 反观豁达开朗的阿星 虽然功力比他高 但是并不想伤害他 结果刚刚被阿星揍了一顿的 四个师弟啊 全都过来帮忙 五个人一上阿星明显顶不住了 特异功能产生的强大资产 几乎要把阿星的身体撕碎啊 就连路过的三叔都被吸了过来 可是在阿星的奋力反抗之下 大军他们五个人也不好过 在双方的功力发挥到顶峰之后 时空突然扭曲 连带着三叔在地的七个人 全部化作一道电光 消失在黑夜之中 等阿星落地 不应该是落水的时候 已经是大中午了 阿星身处荒郊野外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 只看到一个妙龄少女 牵着马在瞎溜的 靓女看到阿星倒还挺害羞 一颦一笑啊 都充满着阳光少女的魅力 这个时候龙五又打来电话 在确定阿星安全之后呢 就让他到警察总部会合 准备商量一下 对付一批火力强大的匪徒 可是挂了电话之后 阿星却怎么都找不到回去的路 这还不要紧 阿星没走一会儿呢 就看到了三叔在上吊 那他赶紧把人救下来啊 结果这个看起来 有点娘娘腔的人 却说自己啊 不是他三叔 而是叫周大福 那阿星一里懵啊 周大福这不是自己爷爷名字吗 再看路边的牌子 上面竟然写着上海市政局 而且报纸上竟然还刊登了 1937年7月 上海黑社会大哥许文强 被人暗杀的新闻 阿星这才意识到啊 很可能是刚才的特异功能磁场 让自己时空穿越了 这才误打误撞的来到了1937年 那不只是阿星蒙了 周大福也蒙了 自己还没老婆呢 怎么还贫重冒出来个靓仔 叫自己爷爷呢 那这还没完 回到市里面呢 阿星本来想找到三叔和大军他们的下落 去不想正好碰到了许文强的小弟 在跟另一个黑社会大哥雷老虎的人打架 许文强的人穿的是黑衣服 雷老虎穿的是红衣服 那身穿红衣的阿星啊 毫不意外的就被许文强的人追着砍 等他找个地方换进黑衣服的时候 又碰到了雷老虎一会儿 阿星啊 莫名其妙的又爱了一顿揍 好在阿星身手不错啊 加上一招隔山打牛拳法用的是出神入化 几个回合下来就把雷老虎送上了西田 等阿星一拳干掉雷老虎之后 一对男女拿着汤姆去冲锋枪 把剩余的小弟一波团面 紧接着另一个和许文强齐名的上海大佬丁丽 出现在了阿星面前 现在事实摆在眼前的 阿星确确实实是来到了1937年的上海 而且还误打误撞的帮许文强抱了手 丁丽就非常欣赏阿星这样的年轻人 就让他跟着自己混 还说可以满足他三个愿望 可是阿星现在只想回到1991年的香港 而且他也不想加入黑社会 那爷爷周大夫就不愿意了 是吧 别不吃台剧 难得丁先生这种大佬看的精灵 你还不赶紧兜着 阿星嫌他烦呢 就是要把他从楼上扔下去 丁丽听完呢 果断命令小弟把周大夫扔下去 还说这是第一个愿望 那阿星赶紧学说自己反悔了 那丁丽呢就把人放了下来 还说这是第二个愿望 至于第三个愿望呢 阿星也不敢再浪费了 决定卡个bug 阿星这个小子很贪心啊 但是丁丽很喜欢他的真诚 就送了他一个金币 让他将来有什么真正需要的时候 再找自己帮忙 隔天在许文强的葬礼上 阿星竟然又遇到了野外的那个靓女 一问才知道 对方是上海市长的千金 叫如仙 难怪长得这么漂亮啊 不过如仙今天看起来比较高冷啊 并不像前两天那么阳光开朗 还说自己呢 并没有见过阿星 不一会儿 一个叫黄金贵的人来到了现场 死人长得是一脸见像啊 看着就不像是好人 果然呢 黄金贵来的目的 就是劝丁丽 投靠日本的川岛方子 帮日本人卖命 结果毫不意外 被丁丽当场拒绝 你回去替我告诉日本人 我丁丽什么都敢做 就是不敢做汉契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你有种 我们走 你有种 我们走 他想说什么你全都知道啊 演坏蛋的对白 有博士的 我们那个年代每个部戏都这么说的 阿星的这段话 算是对那个年代影视剧的吐槽了啊 可是黄金贵刚走 徐文强的坟墓就被炸了个粉碎 连带着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波及 紧接着一批提前埋伏好的杀手啊 就冲出来要干掉丁丽 就连丽的贴身保镖长矛都被人乱枪打死 那如仙眼看丁丽危在旦夕啊 赶紧求阿星出手救人 听完呢 阿星立刻发功啊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不到丁丽 趁此机会啊 丁丽抄起汤姆信 把在场的所有杀手都干掉了 但是阿星呢 却因为发功过度 晕了过去 等阿星醒来之后 他最关心的 并不是能不能回到1991年 也不是丁丽的安全 而是如仙去哪儿了 那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阿星是喜欢上如仙了嘛 是吧 作为跟我一样的诞生狗 面对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很难不动心啊 吓人 那我们同学可能会纳闷啊 阿星在上一部的赌辖 不是有一个梦罗了吗 再往前还有一个启梦呢 哎 可悲的是 阿星喜欢这俩人 但他们都不喜欢阿星 启梦是因为任务才接近阿星的 而梦罗呢 是为了请阿星帮忙还债 才接近的 所以阿星混到最后 身边一个女孩子都没有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简单 阿星跟我一样都没钱啊 要不然他也不用整天吃泡面 是吧 这个社会呢 是很现实的 我们的男动员一定要好好赚钱啊 那现在阿星穿越到了1937年 好不容易啊 又碰到一个喜欢的女孩子 阿星当然得想办法把她追到手了 就算阿星不断制造跟如仙相遇的机会 如仙都对她爱答不理 还说她很挫 以至于阿星整天借酒消愁啊 每天都混混沉沉的 过了一段时间 丁丽新开了一家赌场 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啊 都来参观 当然也包括上次袭击丁丽的黄金贵 而这一次黄金贵的主子 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川岛方子 也来到了现场 哇这身手不错啊 川岛刚想继续装腰三 他的替身就从天花板上摔了下来 看得出来这个川岛方子虚荣心很重啊 不过在她的心里面没有什么比日本人的利益更重要 他这次来就是要收拾丁丽这个不听话的家伙 你不是开赌场吗 好我今天就是来送钱给你花的 你能不能把我的钱赢走 就看你的本事了 那面对敌人的挑衅 丁丽当然也不会退让 好咱们就玩骰子 你赢多少我赔多少 结果呢 几把赢下来川岛方子全部压中了大脚 因为跟阿星一起穿越过来的大军 现在就在川岛身边 那别忘了他的特异功能能够轻松的看穿晒中 有大军这样的人在 丁丽破产只是时间问题了 周大夫赶紧叫阿星起来帮忙啊 但是阿星喝的个烂醉根本叫不醒 那没有办法了 周大夫只能把如仙叫过来帮忙 阿星还以为是如仙亲的自己 当场就醒了 看到大军之后呢 更是激动不已啊 当场就想跟他一起发功回1991年 但是大军说了 自己跟着川岛方子吃香的喝辣的 日子好得很 回1991年干嘛 一个月几百块干玩命的活吧 小来了 谁有空跟你回去啊 川岛小姐才这么看得起我 这里有大把的荣华富贵等着我享受 我跟你回到1991年去干什么啊 每个月只有一百多块钱人民币 买不成纸啊 那阿星当然不干了 是吧 你呀对付丁丽不说 还敢投靠日本人 看我怎么收拾你 一把漂亮的摇骰啊 让阿星赢得了全场的目光 大军发功一看呢 有两个骰子竟然叠加在了一起 被盖住的那一面有可能是1点 也有可能是6点 也就是说这把大小都有可能 阿星看他磨磨叽叽就是不压住 干脆就说啊 这把是小 你放心压 那大军肯定不敢信他了 是吧 就让川岛方子压大 结果 看来阿星跟着赌神高进 还是学到一些东西的 技术呢 可能不如师兄小刀 但是对付大军这样的人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丁丽的赌场也算是保住了 可是川岛不死心啊 还要跟丁丽在十天之后赌一把梭哈 谁输了就离开上海 丁丽自然不会拒绝了 阿星也当即表示会全力支持他 连续打死雷老虎和保住赌场 阿星现在已经成为了丁丽身边最重要的伙伴 可是一想到丁丽和如仙是一对 阿星心里就很难受 是吧 这男人呢 一旦得了相思病就容易消沉 如仙的朋友春天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 心想不妙 因为阿星曾经见到那个对他笑的女孩子 并不是如仙 而是如仙的双胞胎妹妹如梦 如梦小的时候得了脑膜炎损害了大脑 所以她的智力呢 只相当于一个五岁的孩子 真正和阿星接缘的人 其实是如梦 但是眼下帮阿星重新振作 才是头等大事啊 春天就偷偷的把如梦带出来 和阿星一起去玩 果然把阿星的相思病给治好了 而这样没完 为了防止阿星发现如梦的智力问题 春天还骗阿星说 如梦天生爱笑 大学读的是法语专业 只喜欢说法语 为此还帮阿星起了一个法国名字 首先呢 你要先取个外国名字 你帮我取一个 刚没打雷武 今晚打老虎 今晚打老虎 这名字不错啊 阿星也没在意 就这样跟如梦啊 开开心心的玩了好几天 可是就在当天晚上 如先竟然在无意间的 发现了自己的老爸 也就是师长 和川岛方子是一伙的 还有密谋杀丁丽 如先刚准备打电话通知丁丽啊 就被黄金贵逮了个正着 黄金贵是真狠的 抗战时期杀了丁丽的未婚姬 1989年又杀了高静的未婚姬 真的是未婚姬克星啊 这一切又恰巧被如梦看到 直接把她给吓坏了 但是吓坏了不要紧 重要的是有人能够和丁丽结婚 如梦和姐姐长得一样 川岛方子索性就让师长啊 把如梦假扮成如先 再嫁给丁丽 这样就可以在婚礼上 趁丁丽毫无防卫的时候 动手杀她 而被吓坏的如梦呢 再也不敢笑了 等阿星和丁丽来探望她的时候呢 就一把钻进了阿星的怀里面 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寻求宝物 这就让丁丽很尴尬了 是吧 自己的未婚妻跑到别的男人怀里 这哪像话呀 直接丢下阿星一个人走了 转头还让市长通知阿星 说晚上啊 跟他在某个夜总会见面 说有要事相伤 结果到了晚上 丁丽并没有出现 黄金贵和市长 却拦住了准备离开的阿星 走狗走狗 走到最后一一无所有啊 黄金贵杀了没有利用价值的市长 转头呢 又派出了日本第一高手 山本丧波 两招就把阿星打晕了过去 等阿星醒来的时候才发现 三叔也被川岛方子抓了起来 同时被抓的还有如梦和春天 而川岛方子的目的 就是为了威胁阿星帮自己杀丁丽 原来自己一直喜欢的是如梦啊 难怪如仙之前对自己如此冷漠 现在如仙已经死了 自己是无论如何啊 也不能再让如梦遭死不尽 杀丁丽是吧 我接了 没想到丁丽在阿星动手之前呢 突然对她说 自己愿意把如仙让给她 只要阿星愿意为抗日出一份力 那一看丁丽是这么有家国情怀的人 阿星也不好意思在瞒着她了 就说出了如梦被关起来的事 现在唯一能救人的方法 就是丁丽加死 到了赌机当天 阿星把丁丽的车给炸了 是吧 骗川岛方子放人 那这么点剂量肯定是骗不到她的了 结果是人没救出来 阿星自己还被关了起来 现在就算丁丽没死啊 没有阿星的帮忙 今晚的赌局 丁丽也输定了 更气人的是呢 三叔竟然为了活命 帮日本人打砸了 不安心的是三叔人不蠢啊 他看到日本人拿走阿星的手机之后呢 又悄悄的给偷了出来 还打了个电话回1991年 结果 说三叔蠢吧 他知道偷手机 说他不蠢吧 他竟然问天气预报 那被阿星一骂 他也学聪明了 赶紧掏出手机啊 打电话回香港 请求龙武过来支援 那龙武呢 也正好找到了一批特异功能高手 就准备发功啊 穿越到1937年去救人 而在阿星这边呢 他也在想办法自救 就先用特异功能 控制看门的鬼子 把钥匙掏出来 然后周大福将这一顿痛扁 总算是带着大家逃了出来 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前往赌场啊 帮丁丽迎下赌局 但是 山本又出现在了阿星面前 这一货有多能的啊 阿星是领教过的啊 于是乎 他让周大福保护如梦春天线离开 自己留下来单挑山本 要不说鬼子都是死脑筋 是吧 阿星趁他热身的时候 直接跑了 转头还趁山本不注意的时候 轮了他一棍子 但是山本毕竟是高手啊 真打起来 阿星还真有点吃不消 就算是阿星有特异功能控制他 自己打自己 也没多大用 你这些旁边做到 控制不了我的 呃 哎呀 但是没关系 阿星当场掏出电话 打给香港警局 请求在线指导 哎你没说在线教学还真有用啊 阿星勉强呢 能跟山本打了几个回合 最后一招夺命剪刀脚啊 更是直接把山本给打服了 香港警队果然牛逼啊 但是解决山本是根本不够的啊 外面还有一大堆鬼子呢 阿星的特异功能就是再厉害 恐怕也挡不住这么多子弹啊 那就在这千军一发的关键时刻呢 龙武带着香港飞虎队杀到 1991年的装备 打1937年的鬼子 还是非常轻松的 鬼子的子弹呢 根本就打不穿龙武他们的防弹衣 反倒被飞虎队的冲锋枪跟水榴弹 打的是落花流水 就连增援过来的汽车 也被龙武一个榴弹炸成了灰 杀光了鬼子 龙武就想带着阿星和三叔离开 但是阿星考虑到丁丽的那场赌局啊 就让龙武他们呢 在一个小时后再度发攻接自己回去 而在赌场这边呢 已经等候多时的穿倒方子啊 看阿星迟迟没来 也不打算等了 逼得丁丽啊 就亲自下场赌这一把 索性阿星在最后一秒终于赶到 笑笑笑 有什么好笑的 笑他不自量力 就算阿星来了 大星也根本不担心 是吧 这一次非得在赌桌上赢他一回 不过 川岛方子根本就不打算派大军出战 因为他已经请来了一位神秘高手 法国赌神 这是阿星曾经听师父提到过的一个传奇人物啊 果然呢 面对大军的挑衅 法国赌神只用一个眼神就把大军打伤 这也就表明了 他确实是个绝顶的特异功能高手 功力恐怕不在阿星之下 好像比大军更厉害 是 你以赴得了吗 我敬你二位 索花的规则呢 我在赌神第一步的解说里面已经提到过了啊 总体就是 铜花顺最大 其次是四条 三代二 铜花顺子三条 两对和一对 双方各自有一千万法郎的筹码 直到输光为止 我要烟牌 那法国赌神就非常嚣张啊 不仅一招就击败了大军啊 还在焰牌的时候呢 好好地秀了一波特异功能 可惜他面对的是顽皮的上海贪图证 阿星呢 同样展示了自己的特异功能 但是 炫技结束 双方开始赌局 第一回合阿星拿到了黑桃剑 法国赌神拿到了红桃剑 阿星的排名略大 那不用说了 缩哈 发国赌神是吗 缩哈 你又来这一套 怎么样 我一向都是来这一套的 开局就缩哈 这是阿星的惯用手法 当年呢 他就是凭这招拿下赌神名号的 所以在上次面对大傻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画面 我缩哈 我发过誓 绝不让人在我面前说 缩哈 开局就缩哈 这是唬人用的 但是法国赌神有特异功能啊 根本不怕 当场跟着缩哈 等到牌发完之后 双方都拿到了一样的牌 名牌都是一对K和一对肩 要想分身负 就看谁的底牌更大了 我们同学可能会说啊 这样把底牌变成K或者肩 不就拿到三代二了吗 不行 因为一副牌 只有四张K和四张肩 已经全部发完了 再变K或者肩出来 就是明摆着告诉别人自己出签 所以现在黑桃皮蛋才是最大的 可是阿兴和法国赌神各自发工变牌的时候 全都变不出正版皮蛋 阿兴变出来的要不是王金版 要不就是张曼玉版 法国赌神呢 索性连盗版皮蛋都变不出来 直到最后一阵地图山摇 两个人全部停止变牌 两人都变不住想要的牌 很明显的是两人发工互相干扰导致的 现在牌变成了白纸 说明两人的功力已经全部用光了 谁先开牌 谁就坐实了出签的事实 那干脆大家都不要开了 是吧 这一法不算行不行 第一局就把功力用光 这是阿兴没想到的 但是他也不担心 法国赌神的功力呢 肯定也用光了 现在他只能和自己拼运气 而阿兴在赌术心理上 还有更胜一筹 下一把缩哈肯定能唬住他 但是 这一把阿兴开局的运气非常差 只拿到了底牌红星3和名牌方块2 而法国赌神呢 则拿到了底牌红桃K和名牌红桃金 牌面要大过阿兴 不过很巧的是 阿兴在第三回合竟然拿到了三条三 而法国赌神是红星勾皮K间的 铜花顺拍面 那这么看 阿兴是很有机会赢的 因为对方只有拿到红星时 才能凑出铜花顺 而从概率上讲 靠运气是很难拿到铜花顺的 阿兴的三条三大概率会赢 索敬阿兴就提出加大筑马 就赌汉奸黄金贵的相上人头 发到最后一个回合 法国赌神果然没有拿到红星石 不过却让他拿到了红星2 凑出了铜花拍片 而阿兴的运气更好 拿到了梅花2 成功凑出了三代2的拍片 也就是弗了耗子 现在就算不看底牌 阿兴也知道 法国赌神称死是铜花 自己赢定了 那还等着吗 继续加注 黄金贵的命我要 川岛方子的命我也要 法国赌神 你也跟着他们一块上路吧 那一看阿兴玩这么大 川岛也慌了 这把要是输了 就真玩毒的了 于是乎他又想到了一边的大军 大军这个破开 看川岛又看中自己了 马上发功变拍 阿兴的红星3 直接被变成了梅花间 三代2的拍片 也变成了两对 而法国赌神的地牌 则变成了阿兴的红星3 依旧是铜花 啊 赌我祖宗十八代的头是吧 我跟 我看你今天怎么破开 你赌我祖宗十八代是吗 我跟你 你看出来跟我比铜花 川岛方子跟法国赌神都很嚣张啊 卑鄙无耻的心态 还是暴露无遗 那如果是高径或者小刀在场 这一把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他们俩都会变三这个终极大招 但是这招阿兴没学会啊 一旦开牌 他就死定了 那怎么样才能赢呢 哎 阿兴突然想到历史记载过 法国赌神最后输给了一个叫金丸打老虎的人 如果此人今天在场就可以转败为胜 可是丁丽却告诉他 阿兴自己啊 就叫金丸打老虎 那这么看 这一局阿兴应该是必赢的 难不成耶稣会来帮自己 不过很可惜 尽管阿兴开牌了 底牌一就是梅花间 没有任何变化 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呢 法国赌神的牌却意外的从红星三变成了黑桃三 这么一来阿兴是两队 法国赌神的牌什么都不是 这局阿兴获胜 原来搞了半天啊 一切都是大军搞的鬼 他在最后还是没有泯灭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啊 选择站在自己人这边 至于换阿兴的牌呢 哎 纯粹啊 是他看阿兴不爽逗他玩的 变阿兴的牌是因为私人恩怨 变法国赌神的牌呢 则是为了家国大义 那这个法国赌神也是真输不起啊 赌完牌局就突发心脏病挂了 难怪他后来笑声递递了 至于川岛方子呢 想想最近的可可吉利网红狼 What's wrong with being a dog 当狗虽然吃得好 但是要对着游客摇尾巴 而对于男人来讲啊 吃得差点没关系 活得有尊严才是王道 至于黄金贵这个狗汉奸 下场自然很惨了 丁力飞起一枪将之击毙 最终为儒心抱了手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龙武他们开始发功 见阿兴回去了 鉴于阿兴的功力用完了 大军索性好人做到底啊 再度发功 帮阿兴回到了1991年 他自己则留下来 跟着丁力吃香的喝辣的 阿兴很想带着如梦一起离开啊 只是进入时光隧道的一瞬间 如梦就有点撑不住了 面容甚至在加速衰老 那大军赶紧告诉阿兴啊 把30年代的人带回90年代 他会瞬间老死的 而面对这样的现实 阿兴也只能无奈的推开如梦 在离开之前 他掏出了丁力给他的那枚金币 希望丁力啊 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好好地照顾如梦 等阿兴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白天了 他成功回到了1991年 如果说赌神高进是客气命 那阿兴就是天上的光棍命 女朋友谈一个疯一个 再加上和法国赌神一战 让他深刻意识到赌树的重要性 于是乎他就准备收入行李 去美国找高进继续钻研赌树 至于什么谈恋爱的事情就算了吧 不过呢 启梦的出现 却让阿兴重新燃起了对爱情的渴望 而上海滩赌神的故事呢 也到此结束 在电影界啊 有这么一句话 叫一年一影帝 百年周星驰 这并不是什么电影委员会 或者什么电影大奖给星爷的评价啊 而是出自于广大影迷之口 如果要评选花运南上最伟大的喜剧演员呢 周星驰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你可以说他人缘不好 也可以说他之前呢 还有很多的喜剧前辈 但是你绝对不能怀疑星爷的才华 更不能质疑啊 他为华语影坛做出的巨大贡献 毫不夸张的讲 星爷所取得的喜剧成就 无论是过去还是可预见的未来 可能啊都不会有人超越了 可当我们翻开星爷的成长历程时会发现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做了主角的 从他1980年入行 到1990年出演独生开始走红 周星驰用了十年时间呢 才坐稳了主角的位子 而从1991年开始呢 星爷更是开挂一般的 不仅产量极高 而且步步精品 再加上那个时候 港片编剧实力强劲 这就更让才华横溢的星爷受观众喜爱了 以至于在上一期的赌侠评论区有同学留言 说电影中滑载的风头完全被星爷盖住了 说实话这句话并不夸张 而这部《上海滩赌胜》呢 很明显就是为了星爷量身打造的 这在当年取得了3000多万的票房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一个小小的瑕疵呢 就是电影中关于赌的元素 就明显没有赌神和赌家那么多了 喜剧和爱情元素啊 占了大头 索性呢 这两点都完成得很好 观众看完呢 一般也不会计较赌气不精彩 王金很巧妙的把穿越和赌片相结合 还加入了抗日和上海滩元素 可以说全片的故事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当然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下啊 本故事纯属虚构 历史上啊 并没有盯力这个人 穿导方子也不像电影中刻画的那么笨 至于电影中加入龙武穿越到上海打日本鬼子的剧情 就更是艺术创作了啊 王金和新爷就很喜欢在电影里面吐槽日本人 再准确一点讲 是新爷很喜欢吐槽老外 比如中古专家的这段情节 上海滩赌生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啊 就是他拍摄了两个版本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那一版呢 是鼓励担当女主角 还有一版呢 是当年台湾特供的 是由歌手方济为饰演的女主角 网上很多人分析说 是因为当年台湾电影市场啊 禁止上映 由内地演员担当主演的影片 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确定 不能给大家一个准确答复 大家尽量啊 总之啊 餐饮的新爷是肯定要累一点的 同一段戏要和两位女演员分开排 而且我个人认为 方济为饰最不好的一点呢 就是减缺了如先骂黄金贵汉奸的台词 估计也是为了不得罪当时的台湾第七领导人吧 我在上一期提到过 赌侠之后陈小刀的故事就结束了 这部上海滩赌生之后呢 周星祖的故事也正式结束 整个赌神宇宙的神圣侠三人组 就剩下赌神高静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在赌神第二部的1994年 高静打败邱孝之之后 时间突然回到了1986年 那时候年轻的高静还没有成为赌神 下一期我们赌神三少年赌神再见 九中了 我不低你一定输 一共中了 一共一八月 一共一路的5悲礼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